被控涉及性侵 秦伟三度现身法院 发明告他的被害人 有些他根本不认识 让他既委屈又无奈 有时候没办法解释 那我们很无奈 我们在起诉的过程当中 甚至有些案件 你跟我提都没有提 然后甚至十几二十年只凭说法 那我觉得台湾的法律 应该不会这么吵衰 秦伟被控十五年来 已是涉嫌性侵造型师等人 他强道过去虽然曾和造型师交往 却早在三年前分手 再次重申 没有让任何人做不愿意的事 我从来没有勉强过 任何人做不该做的事 我一直很坚持这件事情 十几年前不存在的事情 人也不知道是谁 那我要怎么去面对 我要怎么回应 秦伟演绎事业 目前也因为官司暂时停摆 对未来只求官司早日落幕 让他回归平静生活 碍于性侵官司不公开审理 却可能永远不会知道 口中所谓不认识的被害人 究竟是谁 真相是不是如他所说 敌等宣判结果出炉 才会知道 记者 又有联合公司 台北 采访报道